剛剛議員有講到就是昨天發布這個國家級警報的部分 那因為他是在投票前發警報 這算不算也是一種藉手黑手 當然是 因為呢其實還有其他的文件部分 也清楚了告訴大家 要如何擴大跟渲染對岸對台灣所謂的威脅 在這裡面也講啊 要製造所謂要重新包裝蔡英文2020年的亡國感 所以所謂的這個衛星跟飛彈之間的混淆 我們都記得裴洛西來台事件之後 當時呢是飛彈飛過台灣上空 國防部沒警告 結果現在呢是普通的衛星飛過了台灣的上空 結果國防部就發布警告 所以當中到底標準何在 而且大陸呢發射所謂的相關衛星啊 已經高達506次了 難道過去506次 那我們都不發布警告都沒有危害 就這一次偏偏有危害 所以任何的邏輯跟道理上都說不通的 國防部也應該要告訴大家 那到底標準是什麼 為什麼一個所謂在大氣層外面的 這樣一個普通的衛星探究氣象的 就有那麼大的問題 就危害到所謂的台灣安全 然後呢來配合 所以實際上看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當下包含行政院長跟民進黨之間的一打一唱 還有像蔡英文跟賴清德之間的談話 就是希望再度的利用所謂的芒果乾 好 亡果桿 然後來塑造對民進黨有利的選情 只不過這一次呢實在是玩過頭了 包含前面民進黨一大堆的桃色風暴 人民對民進黨不再信任 所以沒有所謂的對岸界選 只有民進黨用國家機關公然界選 昨天的這個警報亂犯 那今天有很多的記者在詢問我這個議題 那我在這邊一定的回答 那昨天警報亂犯 表示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在處理國安議題上不夠謹慎 而且能力不夠 所以這樣的話 有可能造成國家安全 人民安全受到影響 那也因此我想經過昨天這樣一個事件呢 會促使民眾去思考 下一屆的總統領導人 應該選擇一個更穩健的國家領導人 那就是3號侯友宜 拜託大家 能不能對手不放 我覺得多少會有一點 那基本上 從昨天的國家警報亂放 人民已經發現 民進黨連在處理這麼重大的國家議題上 國安議題上都這麼的不謹慎 或者是意識形態 這樣子是對國家安全有危害的 對人民的安全是有影響的 當然會去促使民眾去思考 他們禮拜六投票 要選擇一個更穩健的國家領導人 那就是侯友宜 那另外呢 不只這個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台北 新北有一位立法委員 那他自己本身 是不是涉嫌 是不是涉嫌偷露總統的講話 這也是國安事件 可是我們看到民進黨沒有積極的在偵辦 在處理 那如果連有人如果疑似 偷露跟總統的對話 而且涉及到國家的人事 國家的議題的話 可是民進黨在處理的態度上 卻是潦草而不爭辦的話 那也可以讓民眾感覺到 民進黨在守護國家元首的安全上 是不認真的 也不在乎的 而且可能中間也有些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從這兩個事件 可以看得出來 那民進黨他們在處理國安議題上 根本沒有把台灣的安全 台灣人民的安全放在心上 謝謝 我們看昨天這個國家級主報 被說是像放養的孩子 另外針對為什麼之前發射 雖然衛星 國防部也沒有講清楚 為什麼之前那種發熱 其實昨天那一個 就是典型的瑞士乳酪理論 你知道嗎 就是要拿出來檢討 基本上是這樣 第一點你把它當作是一個 測試或是演習 這樣來思考是比較好 其實有幾個 我看到幾個問題 第一 這個 如果 如果真的有發生事情 國防部會發出錯誤的訊息 哇這個怎麼辦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點 如果政府出來解釋 老百姓都不相信 或是懷疑 這怎麼辦 第三點當然就是說 這些問題是 之前都沒有研練過 所以老實講 蔡英文說大家不用害怕 她講那句話才讓我害怕 就是說 欸真的飛彈打來 大家當場要躲 要往哪個地方躲 大家曉得嗎 所以決定是這樣 這種事情 還是一樣 我每次說 建立一個正常的國家 第一步是 政府是可信的 政府講話 老百姓會相信 今天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政府做什麼事情 老百姓在想說 這是在操作選舉策略 所以這的確是 國家的根本問題 主席總統府也有回應說 衛星沒有政治的意圖 那怎麼看 是出來洗地嗎 一樣 後面再講這個都已經是 莫為枝結 其實真正問題就是說 剛才問他題目 政府講話老百姓不信 再來是 欸真的有事 國防部怎麼會發錯誤訊息 這真可怕 還有一個真的飛彈打過來 大家是要躲哪裡 所以這絕對不是 總統一句話說 大家不用害怕 大家就真的可以不用害怕 這反而是我們才要害怕的 不過這樣啦 我倒覺得 選舉快要到了 也不用把這件事情 做太多的這種 政治操作 我倒覺得這樣 如果是我的話 就真的把這事情 寫下來 一二三四 我們到底發生過哪一些 可以改進事項 反而去把它改進事 就把它改進掉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比較正常國家應該做的事 市長昨天發國家籍警報的時候 你有沒有嚇一跳 但因為之前被質疑的就是說 之前發衛星 大陸發衛星都沒有警報 但這次連發了好幾次 那是不是又在賣芒果乾 發送衛星 並不在發送 國家籍警報的範圍之內 昨天卻在選前四天 發送國家籍警報 我想外界都有很多的質疑 動機可異 選在這個時間點 外界認為是不是在企圖 影響選情 以及最後選舉的結果 而且製造並不必要的恐慌 所以賴清德必須要清楚的表態 立法院必須強力監督 監察院必須查 而該負責下台的人要下台 那一位吳怡農 民進黨吳怡農有提到說 其實這次國防部荒腔走板 連國防部都道歉了 那徐曉晶就 昨天賴清德是說人民有資的權利 那巧欣今天說怎麼只有賴清德還在車上 市長會不會覺得 這個對 民進黨現在這個操作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已經很確定 發送衛星並不在發送國際警報的項目之內 昨天卻在這個時間點 非常讓人疑慮 選前四天發送很多則國際警報 那同樣的大家會質疑 動機是什麼 而且甚至故意把飛彈 把衛星說成是飛彈 不管是從簡訊或是院長 在立法院打詢 當後來他改口 但是這麼嚴肅的課題 我們發現 現在整個政府是錯誤擺出 所以我認為賴清德 必須清楚表態 立法院要強力監督 監察院要查清楚 該下台的人要下台